年底大選登記截止倒數三天 無當局台南市長參選人許忠信 今日赴選委會完成市長登記 由於稍早犯人陣營陳志勁確定退選 外傳綠營也打算初當委員勸退許忠信 對此許忠信強調 他擁有國際貿易專業能力 能改善台南經濟問題 因此不可能與民進黨協商 他會參選到底 判當選人活絡俯成經濟 台南人經濟要訪問 就是要怕歐洲走日本的路線 我有這個專業 財政法律的專業 有這樣的議員 所以說我今天去堅定 要來定期參選 所以我不可能叫民進黨作協商 這是我們台南人為了一個機會 對陳志勁稍早宣布退選 許忠信則說 陳局長相當重視警察權益 因此如果順利當選 他會成立警察權益保障委員會 讓警察不會過勞 主警他的主長 我會來實施 他所主長的這個警察的權益保障 我會來臨台南市裡面 我們來成立一個警察 權益保障委員 讓這些警察不會過勞 警察他的貫修 有什麼權益有什麼問題 都由這個警察權益保障委員會 來幫他實施 此外徐中信也在登記時 將自己當教授 二十多年來的儲蓄當保證金繳交 總共兩百萬元 在在展現參選到底的決心 現場這次民眾也接年大喊動算力挺 許忠信期盼 這次參選能替貧困市民發聲 同時活絡負責經濟 帶動地方發展 記者多做到大家採訪不到 好